台大今天上午舉行畢業典禮 邀請到美國繪圖晶片大廠 揮答創辦人黃仁勳 擔任致辭的嘉賓 黃仁勳身家高達1.04兆台幣 他以個人創業的歷程 鼓勵學子 整場的演說金句連連 一開場用台語獲得滿堂笑聲及掌聲 回答創辦人黃仁勳 受邀到台大畢業典禮致辭 金句連連 黃仁勳強調大家要跑起來 不要只是漫步 用自己創業歷程來鼓勵畢業生 在台南出生的黃仁勳 9歲與家人移民美國 在30歲時創立回答 有過充滿羞辱的失敗 但以謙遜之心 面對錯誤並懂得牺牲和取捨 如今輝達成為AI晶片龍頭 受惠於AI浪潮 股價今年已漲1.1倍 成為今年升幅最大的美國重磅科技股 也是美國市值第五大的上市企業 輝達的影響力有多大 有半導體分析師認為 台積電就是主已換人 過去一顆蘋果就台積電 如今輝達表現 有助台積電下半年的營收達標 而創辦人黃仁勳 今年身家增加202億美元 高達340億美元 約1.04兆台幣 全球富豪排第37 但政治迴侍 拖劃 決定什麼要放在哪裏 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成果 這次黃仁勳來台 除了到台大致辭外 也拜訪技嘉維新台積電等廠商 下周一上午也將在台北國際電腦展 舉行演講屆時勢必又會再引發轟動 既然順行 臺北消防報道 臺北消防報道